大家好,我是老赵 那么这一节呢,接着给大家分享第五节的内容 在上节呢,给大家分享了 科文九条的上半部分 那么这一节呢,给大家分享 科文九条的下半部分 科学,行价之说 其一不知众乎 那人家又问他 行价之说难道也不重要吗 子愿 富贵在龙雪 行价之说固然不可轻验 然别龙真雪地 富贵可期 少有差错难免败绝 况其发凡难 非有利这人不能辩 直之书大小贤疑 辩于人这人 那么这段话的意思 就是赵勇先生说 富贵在龙雪 当然 那么行价之说 固然重要 但是呢 他必然是龙真雪地才行 那么龙真雪地才能富贵可期 如果稍微差别呢 便会败绝 并且在之前的这些刑法书内 刑法呢反常 一般人呢 是不容易学习的 也不容易理解的 那我写的书呢 是大小贤疑 便于理解 并且呢 非常适合一般的人来学习 所以呢便于人这一般的人都可以学习到贵 可以啊 清朗经 非杨公之书 观其卷手 杨公 杨老 看之雄 只举辩之 而先生深信之 何也 那么人家又问了啊 说啊 这个人 有人说啊 清朗经不是杨公写的书 为什么呢 你看到的卷手 就写了 杨公 杨老 看之雄 那你怎么 啊 而先生 而你呢 却深信不疑呢 这是为什么呢 啊 我们看 赵勇呢 怎么说的啊 子愿 如子言 车 轮于开手之 子愿二致 是轮于非 孔子之书乎 盖孔子之书 即门徒所记 啊 即门所记 啊 那赵勇也说啊 这个 这个 按你说的 那 那 论语的开篇 也是用的 子愿 那难道说 那论语就不是 孔子的书了吗 那 所以呢 孔子的书呢 他是由他的 门生所记 杨公之书 其徒 曾文燦 所述 其理论 颇详细 又 吕氏而吕燕 于言 他不深信 那杨公的书呢 杨公的书呢 杨公的书是由杨公的 杨勋松的徒弟 曾文燦 所记 并且呢 那这个理论呢 写得是颇为详细 里面的内容呢 还是屡事屡验的 我怎么能不相信呢 可言 先用书中 多债 敷衍旧营之法 可以啊 那么 人家又问了啊 说 先生 你书中说 先那么多 敷衍旧坟的方法 这是为什么呢 只要 地理之道 应验 持久 地理之道 就是地理的书呢 地理方面的理论呢 他应验的比较迟啊 比较慢 反略至一二章 每戒胡言妄议 每记其人 于不得已 固执 非然 旧营之法 反复言之 必 人人有所把握 所不为 严其人所获 那赵雄公先生说啊 就地理之道呢 他应验的 比较书啊 所以呢 有些略之一二的 这些人 胡言妄语 媚及其人 所以呢 我不得不 反复 给大家讲 胡言旧营之法 那这样呢 才能让人人 有所掌握 并且呢 不会被那些大言不常的人 所迷惑 其实呢 这个赵雄公先生说到这里呢 我们不眠看出呢 就是照现在的 好像有些人 包括有些风水的从业者 同样也是略之以二 胡言万语的 他没有看这本书 包括或者说 一本书都没有看完 就要去给别人看破水 有一句话呢 叫 七分命理不寸门 三分地理走天下 为什么呢 因为命理呢 你跟人家批发 马上就知道 你算了对 还是不对 而风水呢 却不是这样 风水呢 是多少年以后 才能验证的 所以呢 才有这样的人 刻曰 先生于四科中 激正相觉已 而又有相相发威 物难过多乎 就是说 先生 你在写这个 地理五节中 里面呢 有龙穴杀水 并且呢 又加了相觉 这个呢 已经写的够全了 为什么在后面 又写了相相发威的 你不觉得这些 有过多了吗 子曰 相觉中 只言水归正库 而过功不及之法 查未论及 虽人只过功不及 巨主不发 而过一功与过树功 其姬兄大小 岂能一辙 且由同一相 同一水狗 而姬兄天冤者 不得不调分履细 那么赵雅先生说了 就是在这个地理五节中呢 我讲了龙穴杀水相 相的方面 当然呢 是重点的讲了 以水口论相 包括也重点讲了 水归正库和不归正库 当然也讲了 过功与不及 但是呢 这个过一功和过树功 这个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就是同一水口 同一相 还有姬兄之不同 就不要说 那么它是这个过树功和过一功呢 所以呢 我不得不调理分析的 给大家讲 多言之效 只知不免 而亦不敢辞隐 那我知道有人说 我这样写的不好 这个呢 我也知道呢 这个是这样的说法 有这样的说法 是在所难免 但是呢 依然这样 但是呢 依然我不能不把这些东西 都完全欣赏 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明白 所以啊 先生四书出 而天下谁无贫乏绝世之人物 那又问了 人家又问了 说先生 你这样 你这本书一出 是不是天下就没有贫穷或绝世的人了呢 只要不然也 福不省贤 法言 宜行天下 而不能使举世 盖为君子 好 我们看这句话 那 赵雄先生 这个呢 悲定 我们看 古圣先贤的 宜言 宜变行天下 这个呢 所讲的这些方法 如法安葬你的祖先 同样可以 上安先灵 而 父这个子孙后代 那么 这就是赵雄峰先生 写的 科文九条 那么这些科文九条里 也条理分析了 关于 风水之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 那么这一节呢 科文九条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目见